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爱折腾爱分享的Achair 之前介绍了 英特尔9260ac这块网卡 速度慢 稳定性差 解决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买新的 这集开始介绍如何改善9260ac网卡 主要是复制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这两个方面 我测试了很多种方法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给9260ac更新了英特尔官网的网卡驱动程序和BT蓝牙驱动程序 这两个驱动默认打的都是Windows10系统提供的 虽然Windows提供的驱动日期和版本比较新 但感觉还是英特尔官方提供的驱动更稳定 驱动版本虽然老了一点 日期比Windows提供的早了一个月 更换驱动之后 检查网络连接的速度和稳定性 以及复制文件的速度 没有明显改善 看不出来 方法二 由于台式机的机箱是放在桌子底下 无线网的信号比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要差一些 我想增加信号的接收面积会不会有明显改善呢 于是我用金属丝 我拆了一根网线 网线里面有很多金属丝 金属丝的一头缠绕在网卡的天线上 另一头捆绑到了暖气上 暖气是金属的 导体 那么大的面积应该OK吧 你们猜结果怎么样 网络连接的速度不但没有升高 还降低了 反复测试了几次 最后从局域网的NS网盘 复制了一个30GB的大文件 来做长时间测试 捆绑之前一个速度 捆绑之后速度降低 然后解除捆绑 速度又回升 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 方法三 92600AC这个网卡两根天线 可以改变角度和方向 尝试了各种姿势 最终还是无效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网卡天线和网卡之间的 那个螺丝一定要拧紧 拧紧了 我感觉信号会好一点 如果是松垮垮的信号会变差 方法四 联系卖家 但是卖家也没给出 什么有力度的解决方案 说是要改善环境 第五 房间的布局虽然不能改变 但是我可以尝试提高路由器的高度 这个方法对信号强度和网络连接的速度 有一些提升 有些帮助 让路由器重启 把路由器的三根天线都竖起来 以前是折叠的 但是改善不明显 常见的方法都尝试了 复制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接下来我要发挥爱折腾玩家的原理 那就是持续找解决方案 我从Windows10商店下载了一个WiFi信号的分析软件 这个软件不错 是免费的 不仅可以看到目前使用的WiFi信息 还能看到周边环境的WiFi信号和强度 我测试92600AC 它的信号强度是在-51到-54dbm之间 因为是在桌子下面 信号不是很好 与它对比的 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是放在桌子上的 信号是-40多 稍微好一些 但是 苹果的MacBook Pro 它的复制文件速度又快又稳定 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又开始想黑苹果的网卡了 其实92600AC又不是不能用 只是不好用 用着不爽 但可以凑合用 这不都凑合一年了吗 通过最近的测试 我发现了一个知识点 评判WiFi好不好 不能看信号强度 比如92600AC 它的信号是80%多 但用起来很慢 不稳定 也不能看dbm 比如92600AC的信号是-50多 比-40多的mbp要差很多 也不能看连接速度 就是那个866兆bps 这个数字仅供参考 忽高忽低 不用的时候高 一用就变低 那看什么呢 其实只看一条最关键的 那就是复制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 从局域网的NS网盘 复制一个30GB的电影文件 到台式机的SSD硬盘 看看每分钟的速度是多少兆币 或者看一分钟复制了多少GB 还要看复制期间速度是不是稳定的 有的可能开始快后来慢 有的可能是忽快忽慢 还有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上都说路由器的5G信号速度快 但穿墙能力差 2.4G的穿墙好 但速度慢 华硕86U这个路由器正好相反 它的5G频段穿墙能力很强 2.4G反而要差一些 而且容易断流 如果台式机和路由器在同一个房间内 尽量用网线连接 千兆网线的连接成本很低 速度快还稳定 如果是在不同的房间 如果走线不线 既不美观又不方便 这才能发挥WiFi无线的优势 距离远加上一堵墙 对于WiFi信号传输造成了一定影响 貌似有点难度 但是苹果的笔记本 索尼的PS4游戏机 还有华为的手机 在同一个位置都能提供稳定的连接 为什么92600AC就不行呢 它还是个台式机 还是得想点办法 这事儿没完 还得接着折腾 这集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